让你看看它有几个面几个顶 来停 要把它转开了 转开 好来 转开要帮它转正 来这个左右转 转一下 然后再 转开 来你看看 这个刚才跟你讲的是 角柱还是角椎 这个是角柱还是角椎 好你看一下 好来我们看看 这个是角柱 因为你看得到比这个颜色有几片 两片 来再看一下 这个是侧面 所以呢 现在老师给你们那张图表来看它有没有 几角柱就是有几个侧面 你看这五角柱就是有五个侧面 然后呢 底面呢 底面有一二 上面的底面跟下面的底面 所以你以后要算底面的你都要记得 不管角柱角椎 五角柱就是五个侧面 六角柱就是六个侧面 先从侧面去想 然后呢 角柱要加二 角柱只要加一 好这个就是有几个面 怎么来的 好我们发了一个角柱 好快 好这个比较正一点 好来展开 看看是不是有五个 好 你可以发现 角柱的侧面 五角柱就是五个侧面 但是它一定是 什么形 三角形 再看一遍咯 角柱的侧面 这次还是有人不小心写错 我相信是不小心 角柱的侧面一定是三角形 而且里面有几个 一个 里面只有一个 好 这个可以让它变大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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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腰部吧 六 好来展开 好来展开 五 是不是 角柱的侧面一定是长方形 即使那个图看起来 同居委 即使那个图看起来很像正 正的 旁边很像正方形 都不要写正方形 刚才有人问我 老师 我们不能够写正方形 正方形吗 你一幕没有告诉你什么 长腿肯肺高 你眼睛看起来很像正方体 不可以 差0.1 差0.1 都不是 所以你只能说它是长方形 而且长方形也包括了正方形 好 所以呢角柱一定是 好这是六角柱 于是它的侧面就有几个 六个 然后它其他还有什么面 两个底面 你看 一 二 还有两个底面 好 所以它总共的面就是 六加二 好 那角柱 对不对 好 这个可以做正处的抓 你这是最最最最最最短的 歪短 不好 不好 我只能抓到这个X抓 哎我想抓这个 你也抓一个漂亮的 都不是很漂亮 还可以 抓到平均 好 这个面比较平均一点 哎可是这一面都颜色不好 好 虽然不是抓很漂亮 好 你看 几角柱来 A A B C D E F 五个 六个 六手 六个就是六角椎 角椎的侧面就是三角形 有几个面呢 六角椎就是有六个面 那我请你现在给你一个数字叫做 N N N是什么 N是什么 可以代表什么 在数据里面 N不是代表 N可以是 在这里的话 角柱一定要从3开始 所以3可以给他 可以给他4 可以给他5 可以给他6 约考题目不见得会出什么 所以我现在教你的是N角柱 N角柱 那我们来看 N等于6的时候 N这个基数等于6的时候 就叫做六角椎 如果是角椎 就叫做六角椎 那他会问你 六角椎 通常听过是不是 来看老师刚才发的表 看老师刚才发的表 习惯上数学大家都使用同样的这个位置数 代表是随便你给他一个数 通用 不管你给他什么数都要通用 我现在要教你的 你看老师给你的表格 您正宜把你的功课收起来 看看老师刚才发给你的表格 有没有看到 N角柱 有没有看到 有 N角柱开始要问你了 里面的图形是什么 是不是叫做N边形 所以你N是6的话 就叫做六边形 就叫做N边形 六边形 好 第二个他要考你的是几个面 于是六角柱一定是六个侧面 六角椎也是六个侧面 然后呢 角椎只要再加1 对角椎只要再加1 好 接下去呢 你看几个顶点 有几个 N等于6 顶点在下面就等于6 然后呢 收起来 再加1 收起来就有一个顶点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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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除了底之外 除了底之外就有一个顶点出现了 所以呢 N角椎的顶点的个数呢 就等于N加1 也是就有七个 好 接下去呢 再看边 好 边 你看 边这边出现一次 好 这边再出现一次 就出现了两次 所以角椎的呢 就等于是N乘以2 好 介绍这个图 回家铁座练习 回家铁座练习 到时候